日本这场8.8的强震 目前已经知道至少造成了超过1300个人死亡 而福岛第一核电厂在下午又发生了爆炸 整座墙面倒塌现场还浓烟密布 究竟会不会发生所谓大家最担心的放射性的烟尘 甚至影响台湾 我们的原能局也还在评估当中 新闻最后再带您看看这第一核电厂爆炸瞬间浓烟遮天的最新画面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 我是朱康正 我是黄晴 祝您平安 我们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City